绿舌头雪糕不用买,在家就可以实现绿舌头雪糕自由 啊,这天气实在太热了,好像在蒸笼里一样 来,欣欣拿着一毛钱,去超市买两根绿舌头雪糕,你一根,我一根 妈妈,你开什么玩笑,一毛钱一根绿舌头都买不来,更别说买两根了 那我不管,你要是买不回来,以后我就不给你零花钱了 我太难了 哎,太难了,一毛钱根本就不够啊,你们见过这样的妈妈吗 哎呦了,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别人自治绿舌头雪糕,我也试试做 如果我做成功了,那一毛钱不就是我的了吗 说做就做,首先准备不要钱的带奶油 从老王家拿来的浓缩青苹果汁,糖粉 快要过期的牛奶 白糖 吉利钉片 用我妈妈自制的打蛋器打发淡奶油 淡奶油打发至提起来有尖角状态就可以了 再加入一点点糖粉 再倒入快过期的牛奶 再倒入浓缩青苹果汁 再次搅拌均匀 再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准备一个空碗 碗里倒入生命之水 再把吉利钉片放入碗中泡软 锅里倒入生命之水 点火 再把泡软的吉利钉片放入锅中隔水融化 再把融化的吉利钉片倒入雪糕壶杯子中 搅拌均匀 没有模具,我就从王兰梅家要来的三个薯片塑料盒子当雪糕模具 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再准备三个雪糕棍 用剪刀在塑料盒一侧,划开小口 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再把雪糕棍插在刚才划开的小口里 最后将雪糕壶倒入塑料盒模具中 最后打入冷宫,冷冻6小时以上 接下来做绿舌头外衣,在大碗中倒入青苹果汁 一点点白糖 倒入生命之水 倒入吉利钉水 过冷过冷均匀 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雪糕 用剪子剪开塑料外壳,好脱模 脱模成功 再雪糕浇上一层果冻变 再放入冰箱冷藏半小时 另外两根眼像刚才步骤做,也放冰箱冷藏半小时 绿舌头雪糕就做好了 恩火要有仪式感,把绿舌头雪糕装进包装袋里 哎,失算了,我做的包装袋太小了 根本装不进去,气死我了 妈妈,快尝尝我做的绿舌头雪糕 哇塞,欣欣,你做的绿舌头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摇晃一下,哇塞,雪糕就来回摆动了,太好玩了 那我赶紧尝一尝 恩,这味道简直绝了,比外面卖的还要好吃 欣欣,太厉害了,妈妈给你点赞 哈哈,这一毛钱巨款就是我的了,太开心了 如果满分一百分的话,大家能给我打多少分呢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